歡迎大家來到自由廣場桑普時間 今年是2024年的1月6日 希望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很開心 難得有情人 跨年 跨年 繼續找到上個星期 和我們一起錄音的有情人 我們兩個自己本身沒有做過節目 但我記得是D100 或是以前在香港的網站 D100常見到你 留在洗手間 很開心 龍泵大茶樓 很開心 因為你的節目剛剛我們在後面 所以你和我一起 我一搭著就看到你們 通常都是這樣 一週刊 進步 出編輯 各方面的東西 我想專欄作家 和名嘴 我覺得是很難得 八五二猶保創辦人 所以我會覺得是相當難得的 一個資深的傳媒人 而且我覺得上個星期 我們談了很多東西的觀點 很類似很投契 我們去到今時今日 我們看到現在香港 當然是晚天風火 無論是小學 我們要洗腦教育 以前都是說 一個美國人殺了一個中國人 兩個美國人殺多少個中國人 就問這些 現在要學什麼呢 除了國歌之外 還要學國安法 小學生 要在小三的時候 要讀國安法 和了解解放軍 為什麼對香港有防武有貢獻 甚至是岳飛 這個精忠報國 我那時候覺得 不是說中國以前的東西 不值得學 而是中國以前一些租魄的東西 你應該要捨棄它 岳飛對我來說 是一個愚忠的人 他根本都不知道 為誰而戰 為誰而莫 而他這個精忠報國 就是變了很多極權者 很喜歡的東西 甚至要大家讀 一帶一路大灣區 衛星導航 紅燈、蘋果、開放等等的東西 所有的東西都是一套 罐頭 只希望大家 有一種所謂黨國洗腦教育 上星期我們講到 如果下一代 還留在香港 結果 一定被人摧殘得不得了 如果能夠有能力的父母 應該是早日 及早離去 早日傳個洗腦去出去 去外國讀書 你會覺得 在外國來說 台灣是否很適合發展的地方 台灣對香港人來說 如果讀書 國際化就不夠 但是如果你想不要斷 正宗的中華氣墨 我覺得台灣是一個 都可以想的地方 我想補充一下 剛才 你說要學什麼 學什麼 其實如果生活法來說 他要把全國學校變成漢華 全國學校變成培橋 全國學校變成培橋 全國學校變成福建 漢華、培橋、福建 這些 全國學校變成鄉島 這些就是左派學校 全國學校變成左派學校 其實大家都知道 包括整個中國大陸 這些洗腦教育是沒有人相信的 但是關鍵在哪裡 我不知道阿桑寶你懂不懂 一些左派學校出聲的人 關鍵是會訓練到一群不敢出聲的人 這個才是他最想的 不敢出聲 但是公開場合 你就要唱國歌 在公開場合 你就要歌頌領執 或者歌頌解放軍 共產黨 這些人知道是假的 其實他都知道 但是他在教育上 很多人都不明白 他洗腦的精髓在哪裡 洗腦的精髓就是 左派學校就是 你不准批評老師 你在走廊裡 你不准跑 你的裙子一定不可以 在膝蓋上面 其實很多校都是這樣 有些教育校都是這樣 但是他更可怕 更厲害了 然後在學校裡面 你不可以挑戰老師 如此類推 他其實一直用這些 所謂黨國教育 去加強這個感覺 因為那個感覺就是 你現在違反這些東西 你會很慘 用一種恐嚇 所謂scare target 用一種這樣的教學戰術 它會令你慢慢慢慢 前綿立化 因為我認識很多 左派學生都是這樣 其中一個特徵 我跟蘇姆兄們都說過 他們說話不正眼望人 很多都是這樣 不正眼望人 為什麼呢 我最初說 你怎麼看 都好 都好 我看回去 那怎麼辦呢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些人來的 你想想 這件事要撕掉 你想想多難 很難的 反而是他最大成就 就是要這樣控制你 你上學校 你上學校 我上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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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在外國讀書 在台灣讀書 你都知道 那種是Libro Education 沒錯 是 即是 駁瓦教育 Libro英文就容易 你駁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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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厲害 我記得我中學的時候 我在拿撒讀書 那個老師 在版書上 拿撒讀書 拿撒讀書 你就做不到飛仔 那好東西 你是沒有飛仔 是 是很好笑的 基本上是 玩老師 玩老師 那些 那老師 比如說 success的英文字 少了個C字 那那個 據說 校長走過 然後 那個教師 大家不要吵 然後校長進來 一句都沒有出道 叫我們不要起落 然後拿個粉筆 把C字放進去 然後一句都沒有出道 哇 整班學生 就說 愛真理 不是愛老師 對嗎 對 你今時今日 你去到那些 左班校那裡 全部是一套 訓練 Banality of Evil 就是訓練平庸之惡 輕則平庸之惡 就是學難說的平庸之惡 對 重則就是 鬼鬼祟祟 說那句 不是心那句 怎麼會套你 陰你 這些 我會覺得 共產黨專制獨裁的毒素 我相信台灣以前在白色恐怖時代 都一樣 你看到 翻校 反校 就是在說這些 反校 就是在說這些 雖然他用經歷片那種爆發 但是其實就是 你偷偷看一些禁書 都可能這麼大的事 沒錯 去到今時今日 台灣真的很不同 雖然大家對108課綱 有不同的看法 但起碼就是 讓你自由去討論 學生裏面 我記得有些中學 例如說 香港經歷過這些事 我記得在台北 有一間 我不說什麼名字 有一間高中 他就找到 旁邊有一間 香港人開的茶餐廳 老師就帶那班學生 出去那個茶餐廳 去聽香港人說香港故事 直接聽他們沒有劇本的 即是他們自己 直書空益 講解自己的事 我會覺得 學生聽到很感動 有點哭 那時候是2020年 2021年 那時候 所以我會覺得 把民主自由故事 和台灣人分享 現在這個老師怎樣 現在這個老師都很好 依然健在 還接受他 因為我有個個案 即是不說什麼 是被提早退休 在台灣 不是不是台灣 香港 在香港 這個在台灣 當然沒事 台灣人 當然沒事 當然在香港 當然是被提早退休 我記得在反送中期間 即是有一間學校 他的老師 只不過是在那個 視訊平台上講過 黃之鋒是聰明的 這個董建華 就是有些 不是這麼聰明 然後他那個 學生媽媽 聽到 學生媽媽 就告訴警察 第二天 那個先生 一離開那個火車站 即是港鐵站 就已經被人搜身 即這個是很荒謬的例子 但你說 共產黨的情報網 和他們那種通報的東西 是用告密 恐嚇 使你對他不敢去造反 這個造詞 不敢去造反 這是真真正正共產黨最可怕的地方 最可怕的 他其實是把傳統的補甲連坐法 應用在他自己的黨的建制裏面 即是所謂街道委員會 現在的關外隊 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甚至現在的區議員 都是要他們下情上達 什麼叫下情上達 下情上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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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上報呢 就是要打暴暴 打消暴暴 這個才令人害怕 他其實未必是下下要報 而是他的感覺 就是要製造到一個很廉價的 The Great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的效果 沒錯 就是老大哥盯緊你的效果 就是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讀 但是你永遠 尤其是社交媒體這麼方便 那麼多東西可以找到你 一個人 只要一千個裡面 一個人發現你有什麼 你都可以 慢慢形成了一種所謂 雲禪效應 甚至是白色恐怖 現在香港就是越來越強的感覺 我有些朋友 即是在美國 加拿大的朋友 最近回到香港 都是說 唉 變了 整個氣氛變了 即是那種大家 不是很夠膽 好像以前喝茶 或者在茶餐廳 可以隨便開龍門陣 那樣 說這些 開始很激烈 周圍看 周圍看 先看 有房間 那現在這個 跟大陸一樣 這個真的很可怕 每一個人都不敢說 甚至我會覺得 今天你去上海 北京 廣州 你都敢說一些 多些 因為你不會周圍看一大堆東西 但是 在香港 真是一種告密文化 金手指文化已經出現了 快要做 在做 在做緊要 金手指文化已經出現了 在做緊要 金手指文化已經出現了 在做緊要 其實我覺得 很多現在先浪潮的電影 其實他們都不敢去 真的正面一些東西 可能像精神地說一些東西 放一些東西可以 你說像精神 我覺得很好的 年少日記就是很可以用符 很可以用符 很可以用符 他其實在說一件事 不是說小孩子很慘 而是說父權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年少日記 他說父權 這個父權的確張 迫到小孩子沒有空間 因為他老爸經常說 他大兒子 那個兒子是垃圾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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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經常會 那個小孩子很厲害 跟他們 那 那個兒子又經常打兒子 跟著打老婆 即是家暴 是很負權的 故事的人說 特區政府就說 現在要關心那些小孩子自殺問題 小學生自殺問題 其實不是 背後要解讀 就是妙來妙在 那個是卓永興的兒子 是嗎 如果不是卓永興的兒子 的話 他的效果不會這麼大 而卓永興說 他自己 其實那個劇本 他擺了很久 他自己都有 憂鬱症 有瘋症 有瘋症 他自己身邊的朋友 都有很多這些問題 很多都是他親身經歷的 很明顯看到 很有趣的一種感覺 卓永興大家知道 就是這個副政務司司長 他走到藝術那邊 挺有才華的 必須承認 就是卓永謙 挺有才華的 但是這個故事 其實看得很心急 不單是生活化教育問題 而是背後看到 香港已經越來越負權 是 這種情況 我想 台灣未必 那麼懂得 我們香港的先浪朝殿 因為每一個象徵 可能要有些 解碼的一種 即是叫薯大招呼 沒錯 就是那種 如果你懂得解 很多東西看 很多東西看 很厲害 他講的 中國的官僚主義 中國的權力關係 香港人在那裡 如何夾縫衝生存 哪怕你是大盜大賊 你做的那種生存方法 是要怎樣 是其實很妙的 懂得看 就很多東西看 如果真的講電影 真的好都可以說 有機會再說 我又不想點破 你怕那些電影人 就說你不要點破 我這個 就想不到畫 但是你知道 黎智光在大陸上不上畫 也想不到畫 因為有些人 看不明白 只需要有一個 是在跟電影批核的人 有關係的人 看到 都是沒有人 是的 而世界上就是 要電影人 要從香港到香港 做香港電影 可能只剩下這個方法 就像當時東歐 或者是很多 中國 又以一極權之下 很多小電影 都是這樣拍回來 很多象徵 都適合仿石來處理問題 就是 早期的張藝謀 早期的張藝謀 不是什麼 大紅燈籠 高高掛 其實是說中國政治 是很容易的 誰點你燈 誰點你燈 誰點燈 講宮廷 講拳鬥 講拳鬥 講很多東西 當時活著都是 基本上所有 全部都是 但後來張藝謀 慢慢變質 是另一件事 張藝謀 現在 好了 老毛子 所以大陸人都說得很對 她叫做老毛子 老毛心酸 老毛心酸 就是台灣的老毛子 對 老毛子 台灣有一部電影 老毛子 所以我真的很出色 所以台灣現在的創作 越來越出色 自由氣氛 給我們自由的精神 獨立的精神 自由的思想 才與日月同光 我們下一節再講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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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